他想到了以前 从认识白小纯的那一天开始 对方就一直压在自己头上 如同厄运缠身 笼罩在自己四周 怎么也都无法挥散 允建深渊的天脉被夺 直至血腥宗内 对方的强势成为血子 而后逆合宗里 那几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少祖身份 自己的一次次挣扎 一次次的试图逆袭 可却都失败了 星空到集中空城内 那是他鼓起勇气后的又一次挣扎 可还是被白小纯压着 到了星空到集中后 他再次努力 但依旧被压 直至下了湛舟 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后 他宋缺憋足了劲 爆发了自己的全部潜力 为的就是要从此崛起 从此压在白小纯的头顶 让他跪在自己面前后 自己狠狠地踩在他的身上 甚至他还幻想 当自己踩在白小纯身上时 他要指着白小纯的鼻子去告诉他 让他从此看到自己后 立刻就要跪着离去 可他无论如何 甚至做梦都想不到 居然在这里 竟还是被压着 且不是压着一心半点 就如天崩地裂一样 以万夫长的身份 降临在了自己的世界中 宋缺想到这一切 悲愤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 眼看宋缺都掉眼泪了 白小纯也吓了一跳 赶紧走出几步 呵斥四周手下 你们干什么 收起你们的煞气 这是我侄儿 你们莫要吓到他 他还是个孩子 白小纯向四周修饰开口 转头温和地望着宋缺 长叹一声 抬手摸了摸宋缺的头 听到白小纯说 自己是个孩子 宋缺额头清惊都鼓起了 悲愤中大吼一声 白小纯 他一口鲜血喷出 向后一仰 直接晕了过去 这是他第二次晕了 第一次是在 星空道集中下的空城 第二天一早 当宋缺醒来时 他阴沉地看着四周 狠狠一咬牙 要离开这里 可刚刚走出房间 立刻就有三个修士 出现在他前方 其中一人 正是赵龙 赵龙面无表情地 看了宋缺一眼 心底有些恼怒 冷哼一声 大人继续闭关去了 不过闭关前有命 你已被征用了 从此之后 你就是大人的亲卫之一 不得有误 宋缺猛地抬头 呼吸急促 眼中有些争鸣 宋缺 记住你的身份 以你昨天的放肆 换了其他菌 被凌迟处死也都可能 大人念旧 不但没有处罚你 甚至还对你青睐有加可我 赵龙身为大人的亲卫统领 绝不允许有任何人 对大人那里 出现丝毫不敬 你若继续桀 这些事情 他没有寝视白小纯 他也看出了 白小纯与宋缺之间的端倪 如他所说 他身为亲卫统领 有些事情 他要遏制在萌芽中 若这宋缺真的不识好歹 就算白小纯日后怪罪 他也会出手 将其斩杀 几年下来 他跟着白小纯 早已将追随白小纯 当成了是自己的无上荣耀 容不得别人半点不尽 他目中没有杀意 可宋缺却清晰地感受到了 赵龙那里的一股 比表面露出杀鸡 还要强烈的恫合之一 随着对方的目光 映入到自己的心神内 宋缺身体一震 他明白 对方说的是真的 时间流逝 又过去了半个月后 当宋缺咬牙忍着 开始熟悉成为白小纯 轻微的事情后 白小纯也再次出关 这半个月 他稳定了自己的不死长生功 让自己无论是肉身还是修为 都保持在了巅峰状态 同时更重要的 是他在这半个月的闭关中 不断地熟悉那种 展开全素后 仿佛世界都一下子缓慢下来的感觉 直至此刻 终于对这种感觉 不再陌生后 这才出关 坐在第三军他住所的书房里 听着一个个千夫长走进来后 对他竖直 白小纯觉得自己 毕竟是万夫长了 所以听得很认真 直至一个个千夫长都竖完直 赵龙走了进来 在白小纯面前一拜 介绍这段时间 发生在长城内外 以及第三军的事情 刘莉站在白小纯身后 正在为白小纯捏着肩膀 这相貌秀美的女修 作为亲卫跟随白小纯多年 平日里对谁都是冷冰冰的 就算是在白小纯面前 也是如此 不过每当白小纯疲惫时 他都会走到白小纯身后 为其揉捏肩膀 放松身体 地宫内 至今为止 已发现了上百个巨大的洞窟 每一个里面 都有一具惊人的骸骨 甚至天兽魂 也都出现了两个 被我方抢来一个 另一个被蛮荒夺走 且半个月前 已有消息传回 似乎在那上百个洞窟地宫的下方 存在了一处更惊人的区域 如今已有不少人 在寻找路口 赵龙低声开口 讲完 他似随意地又说了一句 还有那新进来的亲卫宋缺 这几天表现尚渴 不过此人有反骨 曾多次露出不逊 卑职打算将他送去 蛮荒的地宫内 历练一番 白小纯看了看赵龙 摇头一笑 行了 就不要去害死他了 我毕竟是他姑父 小孩子嘛 总是有些任性的 这样好了 你去准备一番 过几天 我们去介绍一趟 我成为万副长后 也应该为我们第三军 去征召一些天交过来 白小纯倾咳一声 这个计划 在他心里 已经酝酿很久了 这一次看到宋缺后 白小纯觉得自己有必要 让更多的人 眼珠子掉下来 赵龙一听此话 顿时紧张 正要劝说 可看白小纯心意已定 陈因后乘势 开始准备 其中白小纯的安危 被他放在了第一位 所以 这一次的外出 他虽不能将第三军都带走 可却一口气 调动了五千修士 跟随外出 十大千副长 也都安排了五人随行 数日后 白小纯打算外出长城 去戒成征兵之士的御检 被送到了白林那里 万副长出行不是小事 须君主同意才可 白林拿着御检看了后 立刻就明白 这一定是白小纯 打算外出威风一番 让他当年那些同伴 知道他现在多么的厉害 这种事情 不仅仅是白小纯出现 以往很多千副长都会出现 想到白小纯的性格后 白林叹了口气 没有阻止 更是教了他一些形式的方法 听得白小纯目瞪口呆 只觉得白林这里 居然有这般经验 我们在前线杀敌 他们岂能没有表示 不过你也不可 太过白林又嘱咐几句 这才同意白小纯外出之事 又过去了两天 一切流程都结束后 长城冲着通天海方向的大门 缓缓开启 随着城门的开启 立刻就有数千 穿着黑色铠甲的修士 杀气腾腾地呼啸而出 在这些修士中间 正是白小纯 白小纯在中间 他穿着金色的铠甲 看起来威武非常 整个人躊躇满志 右手抬起一挥 立刻大军轰轰前行 赵龙与琉璃守护在四周 甚至宋缺也被带了出来 心不甘情不愿地在一旁跟随 一行足有五千修士 在各自千夫长的安排下 竟在半空中分散开来 如排兵布阵一般 前后左右的守护 更有斥后提前远去观察 一片森严的同时 白小纯被保护在了中间 大军这才带着汉天的气势 向前推压而去 哪怕距离很远 都可以感受到 来自众人惊天动地的煞气 宋缺此刻心惊肉跳 他看着四周这一切 对于长城修士的了解 更多了一些 他对比了一下 绝望地发现 若是自己遇到了这样的大军 怕是眨眼间 就会被轰杀的行神俱灭 甚至都无法阻挡大军的脚步丝毫 让他心里更不是滋味的 是这些人 白小纯一声令下 目光所及 就是他们的生命战场 五千修士 里面铸鸡结丹都有 甚至各大千夫长那里 还有元英修士 作为供奉 使得半支第三军 所过之处 一切长城内这片区域的凶兽也好 恶职也罢 全部都颤抖 不敢靠近丝毫 就算是那奇异的云兽 也都不会出现在 五千长城修士的面前 这等于是在找死 几乎是一路横扫 没有任何阻碍 距离戒程 越来越近 可如今 大军前行 更有阵法家 使得这五千多修士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看到了远处的大地上 屹立在那里的一座城池 这城池给人的感觉 充满了灰暗 正是戒城 在这戒城内 驻扎着五大军团的修士 一旦长城失守 那么这些修士 将会以戒城为依仗 展开反击 白小纯身为万夫长 他的到来 戒城军营内的五大军团修士 是最先知道的 立刻就纷纷外出 在戒城实力外 就等候在了那里 除了他们 戒城的城主 以及城内几大势力的头领 也都提前外出 在实力外等候 毕竟来临的 可是一个万夫长 这样的身份 足以让任何人都在意 哪怕城主 是星空道集中指派 可也不愿在这里 因有所怠慢 而与军方交恶 虽说在这戒城的军营中 也有万夫长 且还不止一位 而是四位 可这四位万夫长 也都态度客气 毕竟他们与白小纯 虽身份一样 可一个在前线 一个在戒城 地位上有很大差距 而他们之所以会留在戒城 也都是运作之后得到 相比于残酷的前线 他们更喜欢戒城 此刻 戒城十里外 等待白小纯之人 足有上千 里面有一半来自五大军团 还有一半 则是城主与其他势力 大都在交头接耳 相互议论 这要来征兵的万夫长 来者不煞 没错 以往都是千夫长到来 前线的万夫长 而且还是新晋升的 这种人物 除非有任务 否则很少出现 听说 是征兵 你们信吗 城主是一个中年修士 虽是原因修为 可看起来身体圆圆的 一笑时慈眉善目的样子 此刻也在愁 他修为虽高 可也知晓 与五大军团比较 自己这点修为 实在不算什么 且他只不过是 以原因单突破而已 之所以能在这里成为城主 也是在宗门内 打点之后才抢到 此刻猜测 那遇来此地的万夫长 到底有什么事情时 他也在观察不远处 来自戒城的那四个万夫长 看出了这四人 似乎也都有些拘谨后 他更惊异起来 就在众人议论时 忽然地 远处有九道长虹 急迟而来 渡之快 掀起阵阵阴暴之声 众人看去时 那九道长虹突然停顿 站在了众人面前 化作了九个修士 这九人一个个都面无表情 身上存在了惊人的煞气 虽修为都是杰丹 可给人的感觉 却不可小看 万夫长大人即将到来 有劳各位远英 这九人淡淡开口后 愤出几人回归告知 余下的数人 则是在这四周检查起来 城主以及各方势力的头领 还有那四个万夫长 神色都肃然起来 默默等待 又过去了一个时辰 一声声奔腾之音 仿佛惊天动地般 从远方漠然传来 众人神色变化 抬头时都看到了天地间 来临的一片气浪与波动 这波动 仿佛将整个苍穹都影响 掀起无数连衣 轰鸣八方 很快的 第三军的前锋军出现 一千前锋军 气势如虹 如同刀锋一样 锁过之处 云雾都要退避 让等待此地的众人 都吸了口气 尤其是那四个万夫长 他们也都心惊 看着出现的这些人 对比之后苦笑起来 看出了与自身麾下修饰的 不同之处 以及不小的差距 前锋军出现后 他们的后方左右两侧 渐渐出现了双翼大军 也是各自千人 仿佛两张拉开弓弦 即将射出的利剑 煞气滔天 让人心惊实 白小船的轻卫军 以及后方守军 也都六续出现 尤其是在众人中 穿着金色铠甲 闪闪光的白小船 更是在这一刻 成为了所有人目中的焦点 随着大军慢慢临近 众人纷纷紧张 可白小船这里 却是激动无比 他看到了不远处 等待自己的众人 内心充满了得意与感慨 想当初我第一次来到这里 进城后 无人知道我是谁 可眼下我回来 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 都要来迎见 白小船这一刻 觉得自己之前 拼了一切获得的身份 值了不少 感慨时 终于临近 白小船轻贺一声 顿时大军 齐齐停顿在了那些 戒城权贵面前的半空中 四周散开的那些斥后 也都急回归 各自上报所查后 冷眼看向地面上的 那些戒城修饰 被大军凝望 包括城主在内的所有人 都有些紧张 戒城的四大万夫长 深吸口气 各自飞出 在半空中抱拳一半 可是白道友 我等已恭候多时 白小船文言抬头 哈哈一笑 挥手时散开前锋 使得这四个万夫长 踏入军中 彼此见过后 都介绍了身份 相互又都属于五大军团 再加上对方客气 甚至还送出了礼物 白小船眉开眼笑 立刻笑谈起来 地面上 戒城城主线身边的 这些各个势力的头领 都在眼巴巴地看着自己 于是叹了口气 也立刻飞出 领着重头领 拜见白小船 彼此寒暄一番 又暗中送出礼物后 白小船立刻热情起来 在众人的邀请与簇拥下 带着大军直奔戒城 白老弟天骄绝伦 以如此年纪 竟成为万夫长 未来不可限量啊 是啊 白大人当年在 星空道集中的壮举 我早就听说了 大人真乃英雄 不知此番到来 有何贵干 只要我等能帮得上 一定义不容辞 一路上 诸如此类的话语 从众人口中说出 听得白小船心花怒放 可却对自己到来的目的 只字不谈 这一切都是白灵教他的 从开始到来时的冰冷凝望 直至眼下的绝口不说任务 都是白灵告诉他的方法 他越是如此 这里的城主与商户 还有各方势力 就越是忌惮 那么送出的礼物 就越厚实 事情也的确是这样 白小船到了这界城后 走过那被封锁了的街路 看着四周那一个个界城修士 望着自己时 带着敬畏与渴望的目光 白小船心中感慨很多 他只要一声令下 随意指一个人 就可以让此人立刻形神俱灭 甚至看好了哪个女修 只需一个暗示 就会去处理 怕是当天夜里 就会被送入自己的房间中来 这些 白小船相信 以他如今的身份 可轻易做到 尤其是他居住在了界城后 几乎每天 都有各方势力送来礼物 望着那堆积如山的礼物 白小船忽然明白了 为何那么多人 争先恐后的 要成为万夫长 至于征兵之事 白小船也没有放下 赵龙等人早就安排下去 寻找那些之前 与白小船 在一艘船上的 星空道几绑天骄 只要看到一个 就记录下来 将名字送到白小船面前 只要白小船点头 就立刻争调来用 看着那一个个陌生中 带着熟悉的名字 白小船找了一圈 也没找到公孙娃儿与神算子 至于陈漫瑶 白小船能猜到 死女应该是回蛮荒了 可公孙娃儿与神算子 却不知去了何处 就算是白小船拿出预检传音 也都没有丝毫回应 公孙娃儿一向神秘 不管他了 不过这神算子去哪了 在白小船这诧意时 时间流逝又过去了七天 他收的礼物之多 一个储物袋都堆积满了 里面几乎什么都有 白小船也懒得轻点 随意一扔 这一天黄昏 白小船正琢磨 要不要安排人 去寻找神算子时 忽然的 那身体渊渊的戒成城主 拜访而来 白老爹 你真是一个福星啊 刚一进来 这戒成城主就笑道 啊 白小船一愣 不知这城主何出此言 老爹 你一来到 仅仅是镇舍力 就立下了大功 有人中宝私囊 居然扣留了去年的军用物资 因恐惧 主动来交代了 愿意奉献所有 甚至还有他自己的家产 来换一命啊 我今天去查封一番 你不知道啊 这家伙的家产惊人啊 其中有一根人参 已有九千多年岁月了 你没看到 那一根根须子 都晶莹剔透啊 每一个节节 都仿佛灵珠一样 可以说是价值连成 无与伦比 仅仅是此物 就可以抵得上全部了 戒成城主墓中 似还残留着震惊 说话时 嘖嘖不已 九千多年 这个真没见过 白小纯睁大眼 吃惊地说道 这种人参 若是拿来炼药 其生机之大 无法形容 对于他修炼 不死长生功 作用太大了 老弟放心 借成城主 露出一副 你知我知的笑容 低声开口 那段人参 我已暗中送到了赵龙那里 想必一会我走了后 赵龙就会呈上来 你可以好好地观赏 至于功劳这里 我也都为老弟你准备好了 必定让老弟回到长城后 让几位君主赞赏 戒成城主 微微一笑 白小纯眯缝着眼 看着眼前这城主 他内心在这一刻 也都掀起了波澜 仿佛醍灌顶一般 立刻就明白了一切 同时大有一种 眼前此人是个人才之感 这种不动声色间的手段 让白小纯有种豁然开朗 甚至仿佛打开了 人生一扇大门的感觉 这是因屁股不干净 又拿不准我来此的目的是什么 害怕我是暗中 来查军用物资的事情 所以索性自斩一刀 给我送功劳的同时 又送我一份大礼 且全部过程 不让人有任何反感 天衣无缝 甚至还不是 直接送我手中 免去了日后可能出现的麻烦 高实在是高啊 白小纯缓缓吸了口气 看了眼前这城主几眼 觉得自己 似乎又学会了几招 正要说些什么时 忽然他面色一变 他的储物袋内 在这一刻 身分令牌散出刺目的光芒 白小纯立刻取出令牌 临时一扫后 顿时他的脑海里 就浮现出白灵肃然的声音 万夫长白小纯 蛮荒大规模来袭 回归 听到白灵的声音后 白小纯神色的变化 戒成城主都看在眼里 迟疑了一下 正要问询时 白小纯默然开口 赵龙 他话语如天雷传出 时刻守护在门口的赵龙 急而来 在白小纯面前一拜 通知下去 修整结束 伴主相后 急军出城 回归长城 赵龙全身一震 立刻乘势 赶紧通告下去 白老弟 这是戒成城主有些心惊 赶紧问道 没什么大事 蛮荒又来战了 老哥 我就先走了 以后有缘再见 白小纯哈哈一笑 抱拳之后 不再理会这城主 向着外面走去 听闻白小纯要离开 这戒成城主狂喜 立刻恭送 白小纯的要求是伴主相 伴主相后 五千修士集合完毕 白小纯挥手间 大军呼啸而出 直接从戒成升空 向着长城的方向 飞边去 可就在白小纯这五千修士 飞出戒成的同时 远处的天空上 有两道长红 正及时前行 明显的 这是一场追杀 前方长红内的修士 劈头散 虽没有伤势在身 可明显因灵气枯竭 他有些坚持不住了 若非是某种信念之称 怕是早就求饶 神算子 你竟敢抢我的魂 你找死 今天 谁也救不了你 他身后追杀者 是一个青年 这青年神色冷酷 整个人仿佛一块寒冰 如今目中露出强烈的怒意 不惜灵力消耗 也要追杀 左道 你别欺人太善 明明是我先看到的 你去来抢 这二人 正是神算子与左道 此刻神算子闻言 咬牙低吼 不惜体内灵力的消耗 拿出了一面小旗 狠狠一挥 顿时度再次加快了不少 嗖的一声 直接远去 更是隐隐的 看到远处的戒城 还有戒城半空中 那五千多修饰的身影 再看到这些后 他目中立刻露出狂喜 这就是支撑他坚持下去的信念所在 这些年 他过得很凄惨 甚至因一次意外 他的储物带崩溃 里面的一切物品 法宝也好 令牌也罢 还有代表自己身份的传音欲检 也都碎灭消失 自己也九死一生 好在也不是没有收获 那可以加持度的小旗 就是他那一次的最大收获 是一间不俗的重宝 为了求生 他只能耗费灵力去推算一番 竞算出自己的人生转折点在戒城 这才一路赶来 途中他打探消息 更是得知白小纯这里 居然成为了万副长 此事让他震撼了好久 满腔激动下 双目更是冒光 打定主意要来投奔白小纯 可路上却意外地陷了一缕元英魂 惊喜中正要抓捕 左道出现 立刻就要抢夺 他也分不清 到底这元英魂是谁先陷的了 反正被他拿在了手里后 他就完命狂奔 好在有那小旗在 否则的话 他在渡上逃不出左道的追击 眼下远远地看到戒城上的五千修士 神算子立刻就扯着嗓子 出尖锐的嘶吼 少祖救命 左道要杀我 左道目中露出精芒 内心也是吃了一惊 他也看到了那戒城上的大量修士 内心惊异不定 看出这些人应该是来自长城 可他性格孤僻 不与人接触 对于白小纯成为万副长的事情 还不是很清楚 可却有种不祥之感 脚步一顿后 他目中杀意闪动 觉得不能让神算子跑到对方那里 他一咬牙 右手掐绝时 镜面色瞬间红润起来 隐隐有一个巨大的掌印 赫然在他身前凝聚出来 谁也就不了你 轰鸣中 一股惊心动魄的气势 在这掌印内抱 向着神算子轰击而去 这是左道的杀手锏 在这凌厉枯竭的区域施展 对他而言也是不小的附和 轻易不愿动用 所以拖延到了现在 才施展出来 神算子面色俱变 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 让他面色惨白 他意识到 就算是自己用小棋逃顿 也都无法逃出 目中不由 露出绝望 与此同时 白小纯这里也察觉到了这一幕 看去时 立刻就看到神算子的身影 也听到了神算子那 扯着嗓子的嘶吼 更是看到了那巨大的掌印 白小纯双目猛地收缩 他来不及思考太多 身体向前一步走出 这一步落下 他的肚直接爆 四周的一切刹那间都缓慢下来 唯独他的身影 化作一道长红 直接就到了神算子的身边 出现在了那巨大的掌印前方 右手抬起 向着那掌印一挥 轰轰之声震天时 白小纯眼中的世界 也恢复如常 那巨响回荡中 冲击四散 扩散八方 掀起了不小的波动 这一切太快了 白小纯身边的那五千修士 没有多少人察觉 至于左道与神算子 就更无法察觉了 在左道的眼中 他甚至连影子都没看到 只看到自己的掌印 似乎凭空地自行崩溃 在那崩溃中 他才看到了不知何时 出现在神算子前方 抬着手的修长身影 左道眼睛猛地一拧 倒吸口气 脑海翁的一声 神色中透露着 无法置信与骇然 他瞬间认出了 此人正是白小纯 回想方才的一切 他立刻明白 这是白小纯 以顺一般的度 出现在了掌印前 崩溃了自己的杀手锏 偏偏在崩溃了自己杀手锏后 那白小纯看起来 似乎轻描淡血般 毫无损 左道心神狂震时 五千修士中 存在的那些猿鹰供奉 也都在这一刻 双目斗的凝聚 看向白小纯时 心神不同程度的 有所震动 他们没想到 白小纯这里 居然有如此度 这种度 他们也都心惊肉跳 知道若是白小纯 去刺杀猿鹰 怕是没有任何困难 神算子本以为 自己这一次再劫难逃 颤抖中线 自己没死 看到了白小纯的身影后 他整个人激动地跳了起来 少祖救命 这左道要杀我 你为何要杀我的人 白小纯抬头 望着左道 慢慢开口 他此刻穿着金色铠甲 看起来充满了威严 气势凌云 天籁小说 WWW二左道双目收缩 死死地盯着白小纯 他内心此刻 已然掀起大浪 不说白小纯身后 那五千多修士 正极而来 仅仅是白小纯方才 爆出的肚 以及那轻描淡血般 就散去自己的杀手锏 这一切 都让他为之心惊 他觉得不可思议 要知道 他可是星空到几绑第二 而眼前这个白小纯 是第十 这才几年的时间 对方竟蜕变到了 如此惊人的程度 如何让他不惊 他抢我的冤阴魂 左道沉默几西 咬牙开口 胡说 分明是你抢我的 少佐 是我先看到的 打算孝敬给您的 神算子赶紧开口 从那面小旗内 取出一缕魂影 忍着肉痛 递给白小纯 你 左道目中顿时冰冷 白小纯也头痛 他也分不清 这二人到底谁抢谁 尤其是看到二人 竟为了一个圆英魂 居然大打出手 他不由地叹了口气 就为了一个圆英魂 你们至于吗 白小纯摇头 直接一拍储物袋 刹那间 就扔出了一百多个圆英魂 这一百多个圆英魂一出 神算子也好 左道也好 全部身体狂震 呼吸粗重 神色骇然 如傻了一样 这这些 天拉眼看二人如此 白小纯有些得意 轻笑一声 劝说起来 大家都是同门 有什么好打的 不就是圆英魂吗 这一百多个 你们分了吧 白小纯话语一出 神算子就尖叫一声 立刻冲出 他算是穷疯了 一个圆英魂 都可以让他疯狂 不用说眼下这么多了 直接将那些魂 收走了一半 他有心多拿 可却不敢 拿完后 他立刻就到了白小纯身边 少佐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都不知道 你不在的时候 我有多么的凄惨 神算子哀声道 眼巴巴地看着白小纯 依赴你干我走 我都绝不走的样子 此刻白小纯手下 那五千多修士 也都临近 行了 当初你甩袖走的时候 也不见你如此表情 不过 我为人宽宏大量 你就跟着我吧 白小纯扫了神算子一眼 撇了撇嘴 转身就要走 神算子赶紧跟在白小纯身边 内心的感触 已无法形容 他对白小纯的佩服 犹如滔滔江水 空城还算是碰巧 让白小纯崛起了 可在这蛮荒 当知道白小纯成为了万夫长后 他的震撼 那种匪夷所思的感觉 让他在心底是 这一辈子 都绝不会有第三次离开白小纯之事 尤其是看到人群内的宋缺时 神算子立刻警惕 他当年在空城 是第一个跟随白小纯的 受到了重用 如今却成为了第二个 他顿时就视送缺为竞争对手 眼看白小纯等人离去 对方从始至终 也都没太注意自己 左到身体颤抖 看着那些魂 他忽然有些悲愤 那种自尊心的打击 让他握住了拳头 最终艰难的转头 竟没有缺要那些原因魂 而是看向白小纯离去的背影 白小纯 左到猛地大喊一声 他声音传出的刹那 五千多修士 齐齐回头 那一道道冰冷的目光 让左到身体皱得僵住 可却咬牙坚持 望着此刻 也慢慢转身的白小纯 我想要加入长城的军团 左到目中透出坚定 白小纯看着左到的双眼 身体微震 依稀间仿佛回到了当年 自己在长城侧门旁 要卖出脚石 来自白灵那带着无上威严的声音 那一刻的自己 想必也是这么的执着 这么的渴望 要为宗门抛头颅洒热血 这一切 让白小纯唏嘘感慨 看来 这左到 与我是一类人 都是那种为了大意 可以不在乎个人得失之人 白小纯看着左到 心中慢慢柔和 可目光却越凌厉起来 他脑海里浮现出 当年白灵的样子 于是抬起下巴 背着手 那一套金光闪闪的铠甲 这一刻衬托出白小纯的摄人气势 他的目光炯炯 带着金芒 凝望左到 我问你 你真的想要 加入我包皮军吗 白小纯沉声开口 这声音 无论是语气还是言词 都与当年的白灵很是相似 充满了威严 似带着某种言出法随之力 仿佛一言九鼎 让人听了后 会不由自主地撼动心神 我左到大声开口 目中的坚定 任何人都可以看出 只是他话语还没等说完 白小纯眼中猛地露出逼人的金芒 盯着左到 想清楚 再回答 白小纯平淡说道 话语如天雷 让左到呼吸急促 咬牙开口 真的 你很像当年的我 也罢 我身为长城五大军团包皮军 第三军万副长 有权利征用任何人 加入军团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麾下军士 白小纯袖子一甩 淡淡开口 征用五年 每年待遇 是你在星空到集中的两倍 至于其他奖劣 你拿战功去换 白某还可以给你一个承诺 你若立下大功 成为万副长的那一天 你可以去征用任何你看中之人 成为包皮军的一员 白小纯说完 深深地看了眼左到 心中铠叹 他越觉得 这一刻的左到 实在是与当年的自己 太像了 当年的我 应该就是 他现在这个样子 那么的朝气有冲价 那么的惊艳绝伦 那么的与众不同 那么的绝世添交 白小纯干咳一声 心底美滋滋地陶醉时 转身一晃 带着第三军修士 直奔远方 归城时 白小纯的军团展开极 比来的时候 要快了太多 毕竟白龄下了命令 让白小纯带人 用最快的度赶回 时间没有过去多少天 当白小纯带着大军 远远地看到了长城时 他也看到了长城外 那惊天动地的血色雾气 以及那雾气内 以束法形成的女子的面孔 那女子绝美 可却充满了威严 似高高在上 是一切众生为蝼蚁 更仿佛 与苍穹融合在一起 散出让所有修士看到后 都心神震战的天人之威 这女子 正是长城必杀榜内 排在第一位的红尘女 此刻与红尘女交战的 正是三眼老者陈鹤天 二人在半空中的交手 传出轰鸣八方的巨响 而顺着二人交战去看 可以看到在更远的天地间 大量的土著巨人 众多的魂修 还有不少的炼魂师 那似层出不穷的身影 哪怕有阵法光目阻隔 也依旧能听到轰鸣之声 从长城外闷闷的传来 还有众多的厮杀之音 也在惊天回荡 光目波动 五大军团齐齐出动 在光目内 组成阵法 不断反击 一道道强光 从长城上的一辆辆战车法器上 击事而出 每一次落下 都引起四方崩战 还有那高塔巨木 也是如此 威力更大 使得蛮荒方面 哪怕聚集了比上次 还要庞大的规模 可却依旧无法一鼓作气地 攻上长城 而更远处 天地间存在了三个巨大的漩涡 此刻正有数不清的土著巨人 从其内带着滔天杀意 疯狂地冲出 唯独没有冤魂 显然是蛮荒方面 一时之间 还无法破解巨魂丹 所幸这一次战争 没有凝聚冤魂集结 而是依靠土著巨人的数量 来弥补没有冤魂造成的影响 这一切 落入白小船的目中后 白小船吸了口气 可如今 他身为万夫长 知道自己不可窃敌 于是一咬牙 第三军 回长城 白小船大吼一声 带着第三军 直奔长城而去 神算子与左道在旁边 目睹这一切后 二人都心神狂震 神算子那里面色大变 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 双腿颤抖 心底悲呼 他现这里太危险了 可之前已是要跟着白小船 琢磨着自己若是反悔 怕是白小船第一个就不放过自己 于是心底哀叹更多 至于左道 他呼吸立刻急速起来 很快目中就露出狂热 似被这战争刺激 全身热血 很快的 白小船就带着麾下修士 顺着长城的侧门 直接踏入主城内 一声令下 集合了第三军全部修士后 众人直奔城墙 这一次战争 蛮荒方面罕见的 没有出动任何冤魂 这就使得五大军团的巨魂丹 没有了用武之地 至于丹炉自爆 毕竟数量不多 在如此规模的战争中 作用也很难展现到极致 不过好在有那种大丹炉存在 毕竟这是白小船的力声根本 他这段日子 虽忙碌抓魂 可也没有耽误丹炉的炼制 如今战争中 被封印的大丹炉自然出现 随着一声声轰鸣 凄厉的嘶吼 疯狂的咆哮 在这战场上此起彼伏 可毕竟大丹炉同样数量有限 很快的就失去了作用 且蛮荒方面 这一次准备很是充分 那三个巨大的漩涡内 源源不断地由土著修士 冲杀出来 显然这一次不是上百部落 而是更多 整个战场上 土著巨人怕是不下百万 轰鸣之声回荡 一个个带着争鸣 甚至不惜自曝 也要让阵法光木扭曲 光木退 所有人就同时退 唯独对于无视光木 穿透而来的炼魂师 尽行围杀 于是在这战场上 就形成了仿佛一面倒的样子 无数的土著巨人嘶吼而来 不断地轰击光木 使得光木不断地收缩 而光木内的五大军团修士 也都飞后退 慢慢地 进退到了城墙下 到了这个时候 五大军团的修士 大都紧张起来 可白鸣等人 却一个个目光闪动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依旧下令 不允许麾下修士 冲出丝毫 差不多了 白鸣神情略带紧张 双目闪动时 露出期待之芒 就在五大军团 似乎退无可退的瞬间 突然地 城池内的高塔巨木 猛然间闪烁起来 随着闪烁 竟在这巨木上 凭空地出现了一只虚幻的蝙蝠 在这蝙蝠出现的刹那 阵阵节节刺耳的笑声 似乎从这蝙蝠口中传出 与此同时 这蝙蝠猛地张开口 竟有冤魂 从其口中猛然飞出 一缕 十缕 千缕万缕冤魂之多 无法计算 从这蝙蝠的口中 疯狂地宣泄而出 仿佛那蝙蝠的大口 如同无底洞一般 眨眼的功夫 就有上翼的冤魂 疯狂地冲了出来 飞越了长城 穿梭了阵法光幕 向着百万土著大军 嘶吼而去 没有结束 还有更多的冤魂 从蝙蝠的口中 疯狂而出 一亿 两亿 三亿眨眼间 就达到了五亿 这一幕 立刻让五大军团修士 纷纷睁大了眼 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 而更难以置信的 则是蛮荒的势力 土著也好 魂修也罢 还有那些练魂师 一个个在看到这一切后 几乎全部都目瞪口呆 骇然失声 这这 不可能 天啊 居然这么多的冤魂 冤魂不是我们 那么长城这里 怎么可能有如此之多 就算是长城这里 不断积累 也难以做到 轰鸣之声 顿时滔天 蛮荒骇然震动 这在所有蛮荒之羞的眼中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甚至有些颠覆 毕竟以往的时候 是他们驱使冤魂 来进攻长城 可眼下 一切都反了过来 居然是长城这里 驱使冤魂 来攻击他们 最重要的是 五亿冤魂 这样的数量 甚至都出了 上一次战争中 蛮荒这里 动的冤魂的数量 看着那无边无际的冤魂 蛮荒所有土著 全部身体颤抖 齐齐傻眼 很快目中就露出恐惧 眨眼间 随着五亿冤魂的冲出 那些靠近光幕的 土著巨人当气冲 被无数的魂 直接钻入体内 出凄厉的惨叫 身体轰的一声 直接崩溃爆开 这种崩溃 不是一个两个 而是一片一片 也就是呼吸的时间 赫然就有数万土著巨人 身体爆开 成为血物 而那些魂 依旧还在向前冲击而去 使得战场上 原本四战聚了 有力局势的土著大军 顿时就被摧枯拉朽 甚至产生了混乱 一时之间 战场彻底大乱起来 任凭那些魂修如何怒吼 也都于事无补 就算是那些练魂师 一个个眼珠子都红了 拼了命 要去反操控冤魂 可这冤魂的数量太多 他们根本就无法撼动 最重要的是那高塔巨墓上的蝙蝠 此刻口中还在有无数冤魂 疯狂地冲杀出来 加入战场内 仿佛形成了弥天的魂潮大浪 势如破竹 无坚不摧 是白小纯荡日寄宪的魂 我想起来了 是白大人的魂 前所未有 这还是我长城大军刺 驱使冤魂反攻蛮荒 五大军团的修饰 此刻全部振奋无比 热血中一个个传出惊喜的声音 就在这五大军团修饰纷纰激动时 白领等五位君主 一个个仰天大笑 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刻 包皮军全体 随白某杀 白领狂笑 话语还在回荡 他已冲杀出去 身后包皮军全体 齐齐冲出 其他四大军团也是如此 五军如同五把利刃 在这一刻出窍杀去 趁着土著军团大乱之时 以冤魂为防护 杀出光幕 杀入土著之中 而阵法光幕 也猛地光芒闪耀 不再收缩 而是向外猛地扩张开来 大有要横扫一切的气势 白小川 一声淒厉地嘶吼 从天空上 正在与陈鹤天交手的 红尘女口中传出 那声音内带着仇恨 更有滔天杀意 不但是他明白了这一切 土著那里 在这节节败退下 也听到了来自 五大军团众人的惊喜喧嚷 一个个立刻明白 这一切 显然又是与那白魔有关 顿时无数的怒吼与咒骂 在这战场上爆出来 白魔不死 蛮荒耻辱 白魔 我圣族 与你不死不休 白小川 你若落在我手 必让你哀嚎千年 在这些声音传出的同时 也正是白小川 带着麾下五千人 踏上了城墙的一刻 他刚刚走上城墙 就听到了外面那震天的谩骂 白小川自己都愣了一下 我又怎么了 白小川差一时 看到了城墙外 那数不清的冤魂 以及溃散大乱的蛮荒大军 他使劲地揉了揉眼 情不自禁地吸了口气 被这一幕震撼 他身后那五千修士 看着长城外的一幕幕 待了待后 又看了看白小川 一个个神色古怪 神算子神情震撼中 又有亚异 他不知道这一切是什么原因 可却听到了 来自外面无数土著的嘶吼 看向白小川时 神算子觉得头皮酥麻 浑身颤抖 目中充满着崇拜之情 少族果然非同反响 不但成为了万夫长 居然还能让蛮荒这里 恨到了如此程度 左道也傻眼了 这一切 对他的冲击实在太大 白小川心惊肉跳 觉得有些出乎想象 回头时注意到了高塔巨墓上的蝙蝠 又看到了四周众人看向自己时的目光 白小川眼睛一亮 立刻意识到 这是一个绝好的出风头的机会 他顿时就精神百倍 挺起胸脯 下巴微扬 傲视天地 区区土著 我白小川哪怕不在这里 可一样 能让他们灰飞烟灭 白小川背着手 淡淡开口 听着外面土著的怒骂 听来自五大军团的欢呼 他觉得 这一刻的自己 已经越了天地 可就在这时天空上 正在与陈鹤天交手的红尘女 他死死地盯着城墙上的白小川 咬牙切齿 上一次的战争 就是因白小川而失败 这一次 同样也是白小川造成 又回想这几年的一次次战争 都是如此 他心底对白小川这里 已是杀意迎天 可他明白 有陈鹤天阻挡 自己根本就 无法在这里击杀白小川 蛮皇听令 以我红尘之名 列白小川必杀榜位 追加悬赏 悬赏完整的金木水活图 五行天兽魂 全世界通缉白小川 无论是我圣族修士 又或者是长城之修 不管是谁 不问来历 不论身份 只要击杀白小川 都可获得悬赏 且我红尘以自身修为事 绝不食言 绝不透露对方丝毫信息 若为此事 让我红尘修为倒退 行神俱灭 红尘女仰天出坚力之声 随着她声音出现 竟有天雷轰鸣 似见证她的誓言 而能引动天雷 这说明此事 是红尘女的道士 一旦出 绝不会食言 她声音回荡天地 扩散整个战场 瞬间就连战场上的厮杀声 都安静了一下 随即无数人的呼吸声 急促传出 刹那间 目光纷纷凝聚于白小川 一道道目光 齐齐看向白小川 有来自蛮荒的 也有来自五大军团的 这玄尘 实在是太重了 完整的五行天兽魂 那可是堪比一份天人魂 无论谁得到 都可以用来解音 其价值之大 无法形容 且有誓言存在 灭杀白小川后 保密之事也有一定的保障 这就让不少人 内心狂跳 呼吸都不闻起来 眼看整个战场 那一道道目光 凝聚在自己身上 这些目光里的贪婪 以及隐晦的杀意 让白小川面色陡然变化 身体有些颤抖 下意识地 就立刻一拍储物袋 顿时一套套战甲 飞出穿在了身上 此刻再也没有了 半点出风头的想法 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一次可真的不怨我啊 谁知道那大蝙蝠 居然还会吐魂出来 白小川委屈极了 紧张得不得了 内心懊悔万分 真是无望之灾啊 他觉得背后凉嗖嗖的 有种小命 随时不保的可怕感觉 我冤枉啊 整个战场 气势逆转 随着五大军团的杀出 随着那无尽的魂巢 视如破竹地冲去 蛮荒土著不断败退 厮杀声 凄厉声 种种声音 在这天地间 轰鸣奏响 大地被鲜血染了颜色 苍穹更是昏暗无边 还有那一道道在死亡前 看向长城上白小淳 这里的目光中 带着的仇恨 带着的疯狂 让白小淳这里面色越发难看 他是真心觉得委屈 之前巨魂丹也好 炸炉也好 他都认了 可这一次 他觉得与自己关系不大 且他也查看了自己的令牌 发现战功 根本就没怎么增加 没有增加战功 这黑锅却背在了自己身上 这不对劲啊 白小淳提心吊胆 越想越觉得自己 似乎被坑了 就在他这里纠结时 蛮荒势力在这混乱中 似要被摧枯拉朽的刹那 突然的 远处那三个巨大的漩涡内 光芒骤闪 有天雷之声 从内传开八方 紧接着 竟从左侧的漩涡内 猛然间伸出了一只漆黑的大手 此手有九指 庞大无比 仅仅一只手 就足有千丈长 随着伸出 一把抓住一个土著巨人 如捏一只小鸡一样 将其抓起后 向着五大军团这里 狠狠一扔 这土著巨人惨叫中 化作了一道长虹 似身体都空斑 在临近五大军团时 他身体轰得一声崩溃爆开 形成了一片冲击 虽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可紧接着 那惊人的大手 竟不断地抓着土著扔了过来 没有结束 甚至从最右侧的漩涡内 此刻一样 也伸出了一只大手 同样是九指 同样是漆黑无比 这两只大手的伸出后 更是从中间的漩涡内 居然钻出了一个硕大的头颅 这头颅头顶有一根黑色的脚 没有眼睛 只有一张血色大口 如同恶鬼一般 在钻出后 发出了让天地颤抖的惊人咆哮 好 这声音化作音浪 压过了天雷 更是压过了战场上 所有的厮杀声 成为了这战场上的唯一 更是掀起了无形的波纹 所过之处 使得那些土著巨人 竟无法后退 更是让五大军团的修饰 也都纷纷面色骤变 身体摇晃 如被狂风横扫 远远一看 那三个漩涡仿佛窗口 其内伸出的头颅与双臂 给人一种 仿佛在这窗口后 似乎还存在了一个世界 而在那个世界里 有一个巨人 双手与头颅 顺着窗口伸出之感 尤其是那些魂巢 更是在这一吼之下 在那阴朗的冲击中 被生生地冲出了一个凹形 这一幕 让白灵等人 以及陈鹤天 都面色一变 可若仅仅如此 显然还不足以 让蛮荒挽回败局 而这一次的战争 使蛮荒发起 必然在准备上 有一定的把握 哪怕因魂巢的意外 险些崩溃 可他们必然 还有其他杀手锏 事实也的确如此 几乎在那巨人出现的一瞬 赫然在这战场上 竟同一时间 直接就出现了上百个这样 如窗口式的惊人漩涡 随着窗口漩涡的出现 一只只手臂 一个个头颅 经陆续地钻出 吼声震天 轰动战场的同时 也让那些 以混乱的土著巨人们 纷纷目中露出疯狂 仿佛被勾起了内心的欲望 如发狂斑 一个个不再逃顿 而是转头咆哮着 不畏生死地 向着五大军团杀来 白小纯神色严峻 这一次蛮荒的准备 比之前要完善太多 这一切让白小纯 有种不妙之感 他来不及多想 右手抬起默然一指 第三军 操控长城法器 奇力击杀那漩涡恶鬼 他身后的五千修士 立刻散开 应命而去 整个战场 在这一刻 风云再起 厮杀滔天 怒吼八方 奇力之音此起彼伏 阵法光目也扭曲不断 双方可以说是 直接对抗起来 虽在人数上不如蛮荒 可长城这里有魂巢配合 又有光目守护 渐渐再次获得了优势 可代价极大 在那蛮荒土著的疯狂中 那种不惜自曝 也要杀人的战法 让长城方面损失不小 形成了胶着的局面 整个战场 如同一个巨大的绞肉磨盘 随着轰鸣 每时每刻 都有战死之休 惨烈 天空上 此刻已是黄昏 陈赫天与红尘女之间的厮杀 如今也都到了眼红的程度 二人已无法去关注战场的变化 此刻已然是你死我活的局面 白小纯身体颤抖 他麾下的军团 一半在战场上 一半在城墙上 都在奋战 随着一道道光线的机势而出 他知道自己应该出战了 可就在白小纯木中露出鸿芒 在这长城上 一晃而出 带着身后不少军修 欲冲出的瞬间 突然的整个大地猛的一阵 远远看去 在极远之处的天地间 那里原本只有一道黑色的光柱 可就在这时 随着大地的颤动 一声如同天崩地裂的巨响 轰然间 似乎从远方传来 这声音太大 随着传出 仿佛天地掀起了风暴 云层崩溃 山峰碎灭 无数植被全部摧毁 即便是长城这里 哪怕距离不是很近 可这声音传来时 依旧是超越惊雷 超越那些恶鬼的咆哮 仿佛成为了世界的唯一 哄 声音扫过 所有土著巨人都喷出鲜血 五大军团所有修士 一样也都鲜血喷出 被这声音震得双耳欲聋 白小纯嘴角一出鲜血 骇然地抬头看去时 他立刻就看到 在极远的天地间 在那黑色光柱的旁边 此刻竟出现了第二道光柱 这第二道光柱冲天而起 直接轰在了苍穹虚无中 形成了无数的波纹 扩散整个天幕 战场上的双方 此刻也都传出惊疑的哗然 多了一道光柱 这这是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在这交战的双方 一个个嘟色变的同时 白小纯也面色变化 那种心惊肉跳的感觉更强烈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大地再次震动 第二声巨响 轰鸣而出 使得蛮黄雨长城的修士 再次被震的鲜血喷出时 第三道光柱 轰鸣而起 这一刻 所有人都猛了 就连哗然声也都被遏制 甚至苍穹上正在交战的 陈鹤天与红尘女 也都面色变化 无心交战 奇迹后退 骇然地看向远处 发生了什么事情 竟多出了两道光柱 可这一切并没有结束 在这双方都目瞪口呆时 第三声巨响 第四声巨响 第五声陆续传出 一连八声 一次比一次强烈 轰鸣汉天 随着扩散 大地震动地 仿佛要翻转过来 苍穹似乎也要四分五裂 更不用说地面上 在长城与洞窟之间的山峰了 双方之间的一切山巒 在这一刻 如被一只大手抹去 一处击溃 灰飞烟灭 这种天地巨变 让所有人都站不稳身体 不少人蹊跷流血伪顿于地 惨叫淹没在那巨响中 甚至还有一些土著巨人 与长城修士 因受伤或是修为的缘故 竟被生生的镇壁 就连镇法光幕 也都在这八升轰鸣下 仿佛要崩溃开来 最让白小纯这里骇然的 是他竟看到 坚固的长城 竟在这一刻 出现了数道裂缝 这这白小纯神色变幻的瞬间 远处的天地中 随着声响的回荡 一道道光柱 不断冲天而起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眨眼间 在那天地中 赫然出现了八道黑色光柱 与之前的那一道加在一起后 一共九道 九道光柱 成了某种阵法 要将苍穹分离 撼动众生 陈赫天呼吸急促 却又强行凝住 红尘女双眸死死地收缩 战场上 蛮荒土著也好 长城修饰也罢 一个个仿佛忘记了开战 全部都蹊跷流血地 猛在原地了 白小纯一样鲜血喷出 他看着那九道黑色的光柱 心神狂震 隐隐有种不妙的预感 要出大事 就在这九道光柱 惊天而起的同时 陈赫天与红尘女 二人先后从身上 取出传音预见 显然是 有人向他们传音 这二人的面色 在刹那间静 同时动容 甚至呼吸都急促起来 猛地抬头后 彼此凝望对方 很快地 竟相互传音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二人仿佛达成了共识 陈赫天猛地一挥手 向着下方 传出其威严的声音 五大军团退兵 几乎在他开口的同时 红尘女那里 也目光一闪 看向蛮荒土著的大军 声音冷静 一样开口 圣族退兵 以他们二人的身份 相继开口后 这场战争 自然无法继续下去 很快结束 随着蛮荒土著的 纷纷退后 尽管他们的神色上 都有费解 可每当他们 看向那九道光柱时 都忍不住心惊 长城方面也是如此 五大军团修士 内心升起无限猜测 可显然 能让两大天人 达成共识 放弃战争 一定是出了大事 而这大事 也十有八九 有那九道光柱 有极大的关联 在蛮荒土著退兵时 白铃等人 也都传令下去 五大军团 缓缓后退 直至回到了长城时 远远看去 黄昏已散 黑夜降临 蛮荒土著大军 已在夜色中 彻底远去 陈鹤天身体一个模糊 消失不见 再次出现时 已是数个时辰之后 似乎从外归来 刚一出现 虽如今是深夜 可依旧立刻召唤 白铃等五大军主 在高塔内 齐聚一世 在陈鹤天消失的 这数个时辰 五大军团 也都各自回到了驻地 白小纯带着麾下第三军 再回到了驻地后 他抬头看着 远处天地间的九道光柱 虽是黑夜 可这九道黑色的光柱 并没有因其颜色而被掩盖 依旧能隐隐看到光芒的流转 他内心生起不安与忐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白小纯看向那九道光柱 紧张地感觉在心中浮现 那第一道光柱 其他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我自己明白 那是因为我拿了太多的魂 引出了一个大的 所以才造成的 难道有其他人 招惹了那个恶鬼大魂 或者说 在那里的地宫中 有了什么巨变 白小纯越想越觉得 自己的猜测 十有八九是对的 毕竟这段日子 不管是长城还是蛮荒 都派出了太多的人 去那里查看 又或者那恶鬼大魂跑出来了 要来抓我 白小纯意识到这一点后 紧张地嘴唇都有些发干 赶紧四下打量 心头发颤 一想到那恶鬼的恐怖 白小纯就觉得自己 严重的缺乏安全感 怎么办 希望不是啊 白小纯哭丧着脸 心底连连叹息 陈鹤天与白灵等人的谈话 持续了足有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后 当白灵等人从高塔内飞出时 他们一个个都目中冒光 似有激动之意 压在心头 包皮军万夫长 速来本座一个 回到了军营后 距离天亮还有一些时间 白灵第一件事情 就是立刻召集器 挥下万夫长到来 白小纯接到命令后 迟疑了一下 琢磨着要去打探一下 于是带着紧张与不安 深吸口气 立刻飞出 直奔白灵所在的 那如一口光果般的建筑而去 很快的 他就看到了 其他九位包皮军的万夫长 一个个都神色间带着猜测 相互之间抱拳后 彼此没有交谈 飞向白灵府邸 当到了白灵的府邸后 在那大殿中 白小纯与其他九位万夫长 立刻像站在那里 目光炯炯的白灵 抱拳一半 出了大事 白灵抬头 目光如电 看到白小纯等人后 他第一句话 就直接让众人心头一礼 尤其是白小纯 更是内心一颤 生怕白灵下一句说出的 是有个恶鬼魂跑出来了 发现了天人魂 不等众人询问 白灵神色内难掩激动 立刻开口 这句话一出 除了白小纯外的其他万夫长 纷纷心神一震 天人魂 这居然真的在这里有天人魂 老夫在长城多年 天人魂只是传说存在 从来没亲眼见过 这些人哪怕已结因 可天人魂的价值 依旧让他们心动 白小纯则是心头一松 他有天人魂 知道天人魂什么样子 当日那恶鬼虽强悍 可却不是天人魂 白小纯琢磨着 只要不是那个恶鬼跑出来 自己就没事 至于天人魂 随着来到长城 随着接触 他早就知道 天人魂可以说是无价 虽然一份天人魂 可以换取完整的金木水活土 五份天兽魂 凑成五行 可若反过来 想要用五行天兽魂 换取天人魂 这天下几乎无人会换 天人魂 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无论是谁拥有 都会秘而不宣 想尽办法 再去获得另外四份 只是此事太难太难 至今为止 只有通天岛的天尊做到过 其他人 从来没有能做到的 甚至有传言 天尊不喜欢有人在他之后 以天人魂结音 不过这毕竟是传言 若天尊真的 不愿有人天人魂结音 想要绝了此路很简单 也就不会给人希望 这种似而非似的说法 让人捉摸不透 而这一切 白小纯没有去考虑太多 他更在意的是 自己的小命 此刻偷眼看了看 四周其他几个万夫长 他们的神情后 白小纯内心多少有些得意 不就是天人魂吗 有什么的 我口袋里就有两个 白小纯内心这么想 可表面上 却是与其他人一样 都露出狂热渴望 白灵望着众人 很满意众人的神情 他之前听到 陈鹤天说出此事时 也很吃惊 不过他吃惊的 不是天人魂本身的价值 而是陈鹤天 说出一件与天人魂有关的事情 陈鹤之后 白灵有心不说 可琢磨着此事自己不说 其他几个君主也会说出 毕竟这一次的天人魂 他志在必得 而他最大的竞争者 就是其他四位 与他修为相近的君主 想要获得天人魂 他需要有人相助 于是神色一速 低沉开口 天人魂 凑成五份后 不仅仅可以让修士 截天道元英 此魂还有另一个用处 可以让元英修士 在冲击天人境时 增加成功的几率 哪怕一份天人魂 也能增加成功的几率 若是能弄到完整的五份 凑成五行天人魂 则冲击天人 成功的几率极大 白灵话语一出 白小纯还没觉得什么 可其他万夫长 有几位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 纷纷吸气 这一刻 他们不是简单的心动 而是脑海嗡的一声 身体都颤抖了一下 在冲击天人时 增加几率 天人魂 竟有这种奇效 白灵目光扫过众人 没有继续说话 而是观察众人的神色 除了白小纯外 其他九位万夫长里 有三人面色如常 有两人神色微变 四在隐藏 还有四位 则是神色巨变 同时 他也看到了白小纯这里的淡定 他立刻明白 此事对原因而言 吸引极大 可对白小纯来说 反倒不如结因来的重要 却不知 白小纯之所以淡定 是因为他自己 已经有了两个天人魂 如饱汉子 不知恶汉子机一样 他自然淡定 白小纯眨了眨眼 看了看白灵 又看了看四周其他几个万夫长 若有所思后 干咳一声 首先向着白灵抱拳一拜 君主 这可是一个好机会啊 若君主能获得天人魂 岂不是天人有望 白小纯话语一出 那几位思绪激荡的万夫长 也都强行让自身平静下来 天人魂虽好 可他们也都明白 自身的 修为距离冲击天人 还有很远的道路 就算是 获得了天人魂 消息必定会传开 保不住的 而最有可能以此修为突破 甚至可以保住天人魂的 只有眼前的君主白灵 于是纷纷目光一闪 明白了白灵之意 听懂了白小纯的提醒 实际上 他们也是被天人魂 这另外的作用震撼 一时乱了心神 否则的话 也不需白小纯去提醒 此刻明雾后 也看到了白灵那墓中的冰冷 暗中对白小纯这里 很是感激 就连那四五位神色变化不大的万夫长 也都多看了白小纯几眼 其中一人 陈殷后向着白灵抱拳问道 君主 不知天人魂 在何处 白灵先是似笑非笑地 看了看白小纯 对于白小纯的提醒 他很是赞赏 有些话 他自己说出来 未免吃相就有些难看了 随后又看向这问的万夫长 点了点头 你们也看到了之前的那几道黑色光柱 想必也都猜到 是这段日子 引起重视的地宫方向 出了变化 地宫有变 如今那里应该已全部坍塌 露出了一个真正的入口入口内 存在了一处迷宫 迷宫外有石碑 上面清晰写着 若能通过迷宫 又通过考验 可获天人魂 白灵缓缓开口 众人沉默 白小纯则内心一震 之前原本松了的闲 此刻又崩起来了 此事与他之前的猜测 有些吻合 可这是他最不喜欢听到的答案 一想到天人魂所在之处 正是自己搜集冤魂的地方 这一次的事情 或许真的是自己引起的 白小纯就觉得心里慌 陈鹤天前辈有令 当下一个黄昏到来时 他会选出三万人随他出 前往迷宫所在 至于具体前往人员的名单 因长城安危不可忽视 所以会由陈前辈安排人选 今晚会有公布 白灵继续开口 本座虽也会去 但却不进迷宫 而是与其他军主 带领大军压阵 防止蛮荒突袭 且高塔真灵也会出现 以备万全 你们回去后交代一番 总之 我包皮军去的人 谁能给本座带回天人魂 他所在的军团万副长 本座必定后报 白灵说完 白小纯心里猛地咯噔一下 他不在乎什么天人魂 他只在意自己的小命 此刻一听 让这么多人去迷宫 白小纯就紧张起来 一想到那恶魂的可怕 又想到蛮荒如今 对自己的悬赏 他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了 生怕自己被安排进去 这么大的事 我修为低弱 应该不会让我去吧 白小纯赶紧安慰自己 可还是觉得不放心 看向白灵 君主 这是怎么听起来不对劲呀 又是迷宫 又是石碑 竟还清晰地 写着天人魂 我觉得石油有诈 这不会是蛮荒弄出的陷阱吧 白小纯故作谨慎地开口道 备职之前 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而且 就算是我们中 有人得到了天人魂 陈前辈那里 若是所要还有 君主 不知这消息 是否可靠 白小纯话语说完 身边一位万夫长 也问了一句 此事我等之前 与陈前辈商议时 也有提过 陈前辈之前 曾暗中去过那里 早已确认 那里不是陷阱 至于具体的事情 他没有多说 不过我们五位君主 与陈前辈有约定 白灵微微一笑 我们同意他老人家 选出三万人前往 而他老人家 也同意 最先得到天人魂的一方 将受他的保护与认可 至于消息是否可靠 这就与我们五位君主 与他老人家的约定有关了 因为这消息 是从陈赫天前辈的弟子赵天娇 女儿陈月山那里传回来的 这二人之前 去蛮荒试炼 归来时 正是第一道光柱出现时 在陈前辈的命令下 前去查看 如今 他们二人生死未知 猜测应该被困在了迷宫中 过中断的联系 而据说那迷宫极大 个人之力怕是 很难搜寻全部 所以 随着陈前被去迷宫的三万人 除了要获得天人魂外 还有一个任务 找到赵天娇与陈月山 保护他们的安全 白灵缓缓开口 白小纯这里听闻此话 内心起了些波澜 赵师兄白小纯 眼前立刻浮现出赵天娇的身影 一想到 那恶鬼大魂的恐怖 想到赵天娇与陈月山生死未知 他的呼吸不由地急促了一下 神色有些担忧 不多时 对麾下万夫长交代完后 白灵让众人离去 白小纯一路纠结 一方面担心赵天娇的安危 一方面也在紧张那名单内 是否有自己 有那么多人去找赵师兄与陈师姐 他们只要还活着 应该不会有大问题 可我这里 千万别选我啊 白小纯忧心忡忡 长叹一声 回到了军营后 坐在房间里 患得患失起来 一定别选我 若是我去了迷宫 蛮慌的人看到我 一定会狂的 尤其是远离长城后 保不准五大军团的修饰 会不会起了贪心啊 白小纯想到 之前战场上红尘女的悬赏后 来自五大军团修饰的目光 她就心底寒 忧虑重重 可又想到赵天娇那里 白小纯担忧的同时 也有自责 她觉得赵天娇与陈月山的处境 或许与自己有一定的关联 时间流逝 很快日出 随着天色渐亮 白小纯独自在屋舍内 没心情做任何事情 她在等名单出来 心底纠结 不断地祈祷 与此同时 在那主城的剧墓下高塔内 陈鹤天面色阴沉 盘膝打坐 她心情交集 更有后悔 毕竟当初 若不是让弟子与女儿 去查看地宫 也就不会出今天的事情 一想到女儿与弟子 在蛮黄精力九死一生 原本可以安全归来 可却因为自己的一个命令 如今生死危机 陈鹤天就心底有些刺痛 虽然女儿的命捡没碎 又有她曾经给予的一些质保 可她依旧不放心 当初她同意二人去蛮黄试炼 本也是经过了仔细的斟酌与决断 这才咬牙同意 可心中始终担忧 当她知道 女儿与弟子顺利回来时 她的心中才松了口气 可没想到 如今又变成了这个样子 且她告诉白灵等人的 并不是全部的真相 事实上 赵天骄与陈岳山 是在被蛮黄魂修追杀时 无意间引动了某种禁止 这才出现了那八道光柱 山崩地裂的同时 迷宫入口显露 而在迷宫入口显露的一刻 传出了犀利 将所有人都吸入进去 赵天骄最后的一次传信里 明显带着恐惧与惊慌 说出了一句话 这里是迷宫鬼帝黄昏开启 日出关闭 迷宫鬼帝陈鹤天南南低雨 蛮黄大军撤退时 他消失的那数个时辰 是亲自去了一趟迷宫所在之地 甚至他还尝试着踏入到了迷宫内 感受到了那迷宫的磅礴后 他也察觉到了自己的神识 竟非地被压制 怕是用不了多久 神识就会被压制到了极限 他明白凭着自己一人之力 难以找到弟子与女儿 同时 他更是在那迷宫内 看到了一些可怕的存在 就算是他 也都心惊 好在没有走出多远 匆匆归来 可想到女儿与弟子在这里 或许随时死亡 陈鹤天焦急无比 这才有了与白灵等人的约定 到了他这样的修为 天人魂 他已不是特别在意 他更在意的是 女儿与弟子的安危 所以他需要有人去帮他 在迷宫内寻找 若这里不是长城 而是星空道集宗内 以他的身份 别说三万了 就算是三百万 也都不是特别困难 但此地五大军团属于铁血糖 属于半神老祖 对于镇守长城而言 三万修士不是小数目 他也不好强行命令 又着急去救援 于是索性进行了一场交易 此刻在他的面前有一枚预检 这预检内 记录了五大军团内 所有修士的信息 不但有修为的强弱 甚至连擅长之处 都有介绍 正在被陈鹤天飞查看 从五大军团内 选出一个又一个修士 这些修士大都是结单 且都在临时方面 有些擅长 便于探查 还有的则是在渡上有人之处 至于原因 自然也有 可陈鹤天无法选择太多原因 所以只是找了一些重点 很快的 一个个名字被他选出后 三万的数量 已快要达到 就在这时 陈鹤天的神识 锁定在了一个名字上 白小纯 陈鹤天 陈鹤 看了看白小纯的介绍 白小纯毕竟是半路 加入的剥皮君 看似已有数年 可对修士而言 毕竟还是短暂 所以他的信息不多 大都是当初 被吸入战场上那一战 所表现出的信息 而在度上 也有明显的标注 推荐一位朋友的新书 黑卡 简介 一张神秘的黑卡 每周都会放不同的额度 石磊必须在一周时间内 将所有额度消费完毕 否则将迎接黑卡的惩罚 花钱真的是个体力活 石磊如实说 先定一个小目标 比方说 先花掉他一个亿 石磊躊躇满志地说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 就是有花不完的钱 不花还不行 石磊最后说 陈鹤天在白小纯的名字上 停顿了一下 白小纯这几年 对长城的重要程度 陈鹤天心知肚明 同时他也明白 白小纯与他的弟子赵天骄 私骄不错 可他更是清楚 当黄昏到来时 出现在那迷宫外的 不仅仅是自己带领的三万修士 还会出现数量 更多的蛮荒土著与魂修 天人魂 对蛮荒而言 一样是至宝 尤其是以蛮荒的特殊秘法 天人魂将有更大的用处 这是其一 其二 也是陈鹤天最担心的 是一旦出现了 这么多的蛮荒魂修与土著 那么被困在内的弟子与女儿 一旦遇到 怕是危机更大 如此一来 他需要有一个人 能吸引所有蛮荒魂修与土著的注意 使得蛮荒之人 根本就无心与其他人厮杀 而是急切地要去找到这个人 再没有比白小淳 更适合得了蛮荒对白小淳的恨 已然入骨透水 到了一见 就必定不惜一切要去灭杀的程度 尤其是白小淳如今的悬赏 已达到了完整的五行天兽魂 这对蛮荒而言 刺激更大 可以说 只要是进入迷宫内的蛮荒魂修与土著 除非是那种带着使命的 否则的话 击杀白小淳 才是最划算的选择 一旦白小淳出现 他必定可以吸引几乎所有蛮荒人的注意 从而忽略其他人 这不但可以让其他人少一些危险 甚至对于获得天然魂 也都有极大的好处 白小淳尘鹤天目光一闪 对于白小淳的巨魂丹 星空到集中早就暗中展开破解 此事白灵都不知道 毕竟如此重要的物资 岂能掌握在个人手中 之前无声无息 也是不愿让白小淳这里有所察觉 而因此心寒 所以才暗中进行 甚至这破解 已进行得差不多了 且对于炸炉之事 星空到集中也琢磨出了一些方法 对于陈鹤天或者是星空到集中来说 白小淳的价值已经没那么大了 若没有如今这件事也就罢了 毕竟白小淳有功 可眼下 为了给自己的女儿与弟子减少一些危险 哪怕只是减少一丝 那么牺牲白小淳 对他来说也是值得的 想到这里 陈鹤天再没有迟疑 将白小淳的名字 划入到了出行之列 当初杨高升时 这份三万人的名单 已被陈鹤天选定 他虽心急 可也知道那迷宫白天不开 黄昏才起 于是将这份名单送入剧目内 以他的身份 向着三万人 布了今天黄昏出行的命令 很快的 五大军团中 六序有人的身份令牌震动起来 接到陈鹤天的命令 有我 此番出去 生死凶险 可负贵险中求 迷宫天人魂 嘿嘿 一定还有不少魂修 他们的法器 大都炼灵次数恐怖 这一次若能获得一些 就算得不到天人魂 也都值了 五大军团内 接到命令的修士 神色不同 心情也不一样 其中有不少异常振奋 这种与天人一起出战的机会 让他们激动 可还是有一些人 皱起眉头 对于这命令有些抵触 认为此行非常危险 可毕竟身为五大军团修士 他们最终还是 选择了默然 毕竟在这命令信息的下方 写着一句话 若有人逃避 则按逃兵处理 一旦成为逃兵 在长城内 会被凌迟处死 逃兵 凌迟处死 我不去啊 在这其他人 六序接到命令的同时 白小纯在自己的房屋内 颤抖地拿着令牌 看到了里面的信息后 他惨乎三声 大惊失色 心里出得不得了 直接跳了起来 他看着令牌 甚至眼前都有些黑 一种自投罗网 洋药落入虎口的 强烈危机感 充斥身体的每一寸血肉 让他毛骨悚然 白小纯顿时急了 赶紧向白灵传音 可好伴上 白灵才回了一句 此事是陈前辈定下 我争取过 可陈前辈甚是坚定 我无力改变 小纯 对不起 看到这句话后 白小纯心都凉了 他拿着令牌 内心悲愤莫名 我为长城立过大功 我是万夫长 白小纯这次真的怒了 他不信那陈鹤天不知道 自己一旦出了长城 必定会引起蛮荒的追杀 且自己身上的悬赏太重 怕是在那迷宫内 就连五大军团的修饰 也会心动 这种事情 根本就防不胜防 可以说 一旦去了 白小纯这里 必定九死一生 甚至十死无生 这一切 白小纯相信陈鹤天知道 可偏偏还是选了他 甚至就连白灵也都无法改变 显然 这根本就是陈鹤天故意的 这是要用我作耳啊 来吸引蛮荒的注意 白小纯瞠目切齿 双目渐渐红 他心思活络 此刻一琢磨 就找到了答案 可这个答案 让他心中的怨愤 到了极致 那种被自己人 从身后捅了一刀 还使劲往火坑里推得痛 憋得他喘不过气来 这是要逼死我不去的话 我要被灵池处死 甚至还要连泪逆合踪去的话 说的好听是 九死一生 根本就是十死无生 我守护长城数年 立下无数战功 星空到极踪 你们就以此对我吗 白小纯死死地握住了拳头 粪火中烧 脸憋得通红 额头清清鼓起 好半上 他颓然惨笑 以没的选择 在灵池处死 与十死无生之间 他只能选择后者 哪怕他害怕 可也不得不去拼命 搏那虚无缥缈的九死一生 如此就将我放弃 想来我的拒魂丹 已被破解了 这是他无法控制的 此刻他身体 还在轻微颤抖 分不清是因为害怕 亦或是愤怒 白小纯目中满是血色 抬头时 他狠狠地一咬牙 此事从之前空城的置环丹上 就可以看出端倪 如今又出了这种事情 白小纯若还没想明白 那么这一路走来 经历诸多事情中 他怕是也活不到现在了 收回心绪 带着苦涩 白小纯默默地 整理自己的形状 既已无从选择 他能做的 只有让自己 在这一次外出时 有最大的保障 一定要让自己活下去 永夜伞被他取出 八色火的燃料被他取出 这原本是 打算留着以后 有用处的八色火 在这一刻 白小纯毫不迟疑地 展开练灵 随着龟纹锅被取出 那把永夜伞上 赫然出现了 八道刺目闪耀的阴纹 没有去掩饰什么 在这长城数年 看到了一次次的大战后 白小纯早就看出 蛮荒的魂修那里 不知为何 竟有不少 炼灵多次的法宝 仿佛在通天 和范围内的炼灵 在蛮荒中 更为盛行 此事他一开始也震撼 想要找到答案 也问过白灵 得到的答案 是与炼魂师有关 至于具体 白灵迟疑后没说 白小纯自己打探之下 得到的答案 也是与炼魂师有关 他只能将此事放在心中 到了现在 也都不知小具体 将永夜散炼灵八次后 白小纯又整理了自己的丹药 各种丹药齐备的同时 其他的法宝如铠甲 也都被他一口气地炼灵 与此同时 神算子以及赵龙 也来到了白小纯这里 赵龙还好一些 可神算子看到白小纯就惨叫 求着白小纯帮他免去名字 他二人也在名单中 少祖救我 我才刚来啊 我我委屈啊 整个第三军 差不多有几百人都接到了命令 宋缺也在其中 当知道白小纯也在名单里后 他们也愣了 神算子更是傻眼 二人欲言又止 最后苦笑离去 毕竟白小纯都无法免去自身的名字 他们就更不用想了 只能趁着还有点时间 去多做准备 送走了众人 白小纯叹了口气 去了高塔处 一口气将自己的战功 全部兑换 除了大量的俘虏外 他重点兑换的 是让体内灵力恢复的灵液 唯有足够的灵力 才可保障 他在迷宫内灵力的恢复 况且 第三军的几百人 都是他的麾下 他需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可惜时间太短 白小纯想要准备的又太多 已来不及 在距离黄昏还有一个时辰时 陈鹤天的身影 从高塔内走出 一声令下 三万修饰 奇迹飞起 在陈鹤天的挥手间 众人呼啸远去 四绝的度太慢 陈鹤天掐绝间 云雾弥漫 竟带着三万人 展开集 如此一来 一个时辰内 必定可以感到迷宫所在之地 白小纯也在人群内 他看着前方陈鹤天的身影 窝火憋气 可以想到对方的修为 他就心底叹息 可却不甘心 于是在心底视 糟老头 等我到半神的 我到了半神后 第一件事 就是找你报仇 三万大军 一路急迟 白小纯在人群内 想要戴上面具 可这四周人多眼杂 他迟疑了一下 知道在这里戴面具不方便 于是叹了口气 愁眉苦脸地随着众人前行 这一路上 他脑子里都在想着 各种可以让自己保命机会 更大的方法 可却始终没有什么头绪 唯独想到的 是自己一定要最先进入迷宫 在进去后 立刻就戴上面具 改变身份 只能这么办了 白小纯心底委屈别门 此刻阴沉着脸 咬牙前行 在陈鹤天带着三万修士 展开集 从长城方向 直奔九道黑色光柱 所在的迷宫时 蛮荒方面 一样如此 与天人魂比较 战争似乎都不算重要了 毕竟长城在这里 战争随时可以展开 且多少年来 已不知对抗了多少次 可天人魂 至今为止在蛮荒被陷的 凤毛麟角 如此一来 自然是一切以天人魂为主 且长城方面 顾虑着迷宫或为陷阱 可对红尘女来说 自从第一道黑色光柱升起时 她就心中有了一个 连她自己都心动的猜测 直至九道黑色光柱 全部出现后 她的猜测成为了事实 那里石友 应该是二代魁皇的 十大藏宫之一 红尘女神色动容 遥望九道黑色光柱所在 脑海里浮现出 她父亲当年 告诉过她的一段历史 在通天岛天尊 没有崛起叛逆之前 这个世界不叫通天大六 而是魁皇大六 魁皇大六上 有两太皇者 分别是魁皇以及明皇 魁皇主组合 明皇主明和 组合 就是如今的通天和 一个主生 一个主死 一个身为世界之尊 一个则是信仰之尊 其中 二代魁皇寿元断绝前 召集天地众生之力 修建了十大藏宫 除第一宫是其埋骨所在 永世不开外 其他九大藏宫 每一处藏宫 都留下了惊人的陪藏品 更有其不同的传承遗留 为的 就是让其后人 若有一天遇到了不可抗力 能以其藏宫崛起 且这九大藏宫之地 有阵法禁止 若没有具体的地址 外人几乎无法找到 此后 关于二代魁皇的藏宫所在之地 便成为了代代魁皇交替时 密传之事 可这一切 在五代魁皇时 却出现了意外 五代魁皇莫名暴毙 及其突然 来不及交代一切密言 使得二代魁皇的藏宫所在 成为了谜团 此后无人知晓 直至九代魁皇时 通天崛起 叛乱天地 取而代之后 残存的魁皇一脉 逃入到了蛮荒中 有关二代魁皇藏宫之事 更是成为了传说 迷宫外 层层环绕了数十处洞窟 每一处洞窟里 都有曾经堪比天人修为的凶兽遗骨 而那迷宫外 又有石碑点出试炼 点出天人魂这种手笔 除了二代魁皇藏宫之一 我想不出 还有谁能做到 红尘女神情有些激动 一想到那里 极有可能是二代魁皇藏宫所在 她就心神震动 这件事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 可也知道 外人或许不知晓 二代魁皇之事 可迷宫外的石碑上 点出的天人魂 足以让这片区域内的 蛮荒魂修心动 她若干扰 反倒会被怀疑 所幸没有去干扰 但凡想去的魂修 大可以去迷宫探险 如此一来 还可以为她这里做一些掩饰 而她自身则暗中前行 去往迷宫之地 如此一来 这片区域内的魂修以及土著 在纷纷听说了天人魂的事情后 一个个都激动起来 从四面八法 直奔迷宫之地 这里面有不少人 甚至都没有上过战场 不属于蛮荒任何一方势力 而是如散修一般 数量还不少 云涌而去 这一刻 天色临近黄昏 在那迷宫外 一道道身影从四面八法 急迟而至 因黄昏未到 迷宫还没有开启 这些来临的魂修与土著 都在这附近 要么三五成群 要么单独一人 都在等待 随着时间的到来 在黄昏来临前的一刻 迷宫外长城的方向 天地间掀起阵阵轰铃声 三万道长虹的身影 立刻就引起了迷宫四周 蛮荒魂修与土著的注意 纷纷抬头 在看到苍穹上来临的那三万修士后 这些魂修与土著 他们来的人不少啊 那又如何 这里是蛮荒 是我们圣族所在之地 议论之声传出 嗡名一片 长城来临修士虽多 可这里的蛮荒之修 数量更多 环绕在迷宫四周 密密麻麻 看起来怕是十万也有 就在他们冷眼看去时 天空上的这三万修士 骤然降临 当之人正是陈鹤天 他目光扫过迷宫四周 冷哼一声 随着冷哼传出 在四周的蛮荒之修耳边 如同天雷突然乍响 震得他们一个个都纷纷色变 显然是认出了陈鹤天 不过陈鹤天也不愿在这里动手 他能感受到 随着自己到来 红尘女的气息 似锁定了自己 无论是他还是红尘女 都不想再没有进入迷宫前 就相互出手 所以 陈鹤天冷哼后 不再理会那些目光看来的蛮荒之修 而是站在迷宫外 盯着迷宫的入口 等待黄昏到来 迷宫开启 白小纯小心翼翼地藏在三万人中 生怕被蛮荒的魂羞认出 于是谨慎地挪了一下身体 找了一个魁梧的大汉 躲在他的身后 顺着缝隙 他赶紧去观察迷宫入口 可以看到 这里是一处巨大的盆地 四周环绕着一处又一处深坑 与他当年来这里时 已大不一样 此刻 在那最大的盆地中心 有一个洞口 上面覆盖了一层灰色的光幕 如关闭一样 使人无法进去的同时 也看不到内部的环境 在这洞口外 则树立着一座 足有十丈高的石碑 那石碑透出沧桑岁月之感 似乎存在这里 不知多少年了 上面写着一行行字迹 这字迹肉眼去看 不是很清晰 可若凝聚修为于目中 再次看去时 脑海里立刻就会浮现着 石碑上的信息 迷宫下 有试炼之地 走过迷宫 通过试炼 第一者 可获天人魂 白小纯快一扫 没有太去理会 他的目标不是天人魂 而是在这迷宫内保住小命 想到这里 白小纯赶紧低头 不理会这四周 蛮荒之修的议论 他心底忐忑 余光注意到 那些蛮荒之修的 一道道目光扫过附近 白小纯更为不安了 看不到我看不到 我白小纯心底念叨 调整方向 让自己似乎矮小了一些 可这里的蛮荒魂修 与土著人数太多 分布在这四周的同时 天空上 几乎不断地有长红呼啸而来 白小纯虽躲在人群内 可这三万修士很是显眼 那些蛮荒魂修与土著 都在一一打量 白小纯就算躲得在彻底 可以躲得了一时半刻 但毕竟无法让自己 真正成为透明 哪怕开始还没人看到 可终究还是会有人注意到 就算可以改变容貌 可气息难改 一样没有 除非戴上面具 可四周人多眼杂 自己到来的消息 瞒不过去 且三眼也不会同意 必定会宣传出去 这本就让白小纯被动 若再让人提起 知道他有改变样貌的能力 则更危险了 唯有在迷宫内戴面具 才是最佳 此刻 就在他躲避时 忽然地 不远处有个蛮荒魂修 此人是个青年 目光顺着三万修士的缝隙 无意间扫到了白小纯的侧脸 只是一眼 这青年就直接睁大了眼 呼吸急促的同时 他一指白小纯所在的位置 出了一声咆哮 白魔 我看到白魔了 他话语一出 如同惊雷 轰隆隆地回荡八方 迷宫外的所有蛮荒之修 听到后都愣了一下 琪琪顺着那青年所指 猛地看了过去 白小纯内心惨叫一声 他觉得自己已经躲避得很好了 可怎么也没想到 那青年居然眼睛这么毒 只是看到自己侧脸 竟能一眼认出 刹那间 那一道道目光好似一把把利剑 惊天动得呼啸出 有的没有看到 可还是有一些人 从不同的角度 看到了白小纯 白魔 是白魔 只是背影 我就可以认出 白魔居然来了 竟真的是他 白小纯心底呜呼哀哀哉 头皮都抹了 他就算是在能打 可这四周的蛮荒之修太多了 尤其是一想到自己将他们得罪的死死 还有关于自己的悬赏 白小纯就哆嗦起来 训改变位置 想要再次躲避 可随着那些看到白小纯之人的咆哮 四周蛮荒之修的目光 更为锐利 甚至还有人身体一晃飞出 那一道道目光 如同利剑 锁定而来时 白小纯四周的五大军团修饰 也都承受不住了 下意识地就散开 第三军的人 也被推着散开 尤其是白小纯前方的一个大汉 他的压力极大 那一道道目光 让他呼吸紊乱 猛地叫避开时 白小纯悲呼一声 兄弟 别走啊 帮我遮挡一下 过了此节 我一定后报啊 白小纯话语刚出 那大汉头也不回 急得跑开 白小纯着急了 正要找其他修饰遮挡时 却现这四周的修饰 此刻一个个都急得散开 眨眼间 就将他这里 直接就显露出来 所有人在这一刹那 清清楚楚地 看到了白小纯 白魔 白魔不死 蛮荒最大耻辱 他竟敢来这里 这白魔我要定了 什么宝藏 什么天人魂 老子都不在乎了 只要灭了这白小纯 获得赏赐 那可是完整的五行天兽魂啊 与天人魂 没什么区别了 太嚣张了 他顶着天兽魂的悬赏 居然还赶出来 这分明是对我们的挑衅 白小纯悲愈绝 甚至心脏都收缩了起来 他看到了迷宫四周 那些蛮荒魂羞 与土著贪婪中 带着仇恨的目光 这里面的贪婪居多 也看到了四周的同伴修士 在散开后 有不少人看向自己时 目中的闪烁 这一切 让白小纯心彻底凉了 我也不想来了 我没挑衅白小纯快哭了 这四周无论是蛮荒 还是长城 不说全部 可太多的人看向自己时 那目光的贪婪与晦色 都让他不寒而栗 白小纯能看出 无论是自己人 还是蛮荒之羞 都对自己心怀不轨 冷汗从白小纯的额头浸出 他隐隐觉得 这些人看自己的目光 仿佛在看宝藏 毕竟 无论是谁灭了自己 都可以获得完整的五行天兽魂 而明面上一份天人魂 是可以换取完整的五行天兽魂的 最重要的是 杀了我后 获得的不仅仅是五行天兽魂啊 我还有两份天人魂呢 这谁要是杀了我 立刻就一夜暴富啊 想到这里 白小纯心中哀叹不已 他不这么想也就罢了 这么一想 他立刻觉得 自己居然比这迷宫内的宝藏还要珍贵 这算什么事啊 我居然比这宝藏 还赴白小纯此时 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 他心中委屈悲愤 越觉得自己为长城立下大功 可却如此结局 那种感觉 让白小纯这里 恨恨地咬牙切齿 目中快充血 转瞬就浮现出血丝 眼看那些蛮黄魂修与土著 甚至还有一些夹杂在里面的恋魂师 纷纷目中不善 甚至有的 似马上就要 就冲出来灭杀自己 这一刻的白小纯 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四周的长城修士中 第三军的有些人都在焦急 试图去救助 可却明显来不及 而一旦瞒黄魂修中 真的有人杀出 则事态立刻就会失控 白小纯眼看生死危机 他猛地向前走出一步 红着眼 睁眠得大吼一声 还有谁 想死 这句话如天雷轰鸣 回荡四方时 那些要冲出的瞒黄魂修与土著 纷纷脚步一顿 立刻就想起了当年白小纯的那一战 那一战 他们中有人亲眼目睹 也有的时候听过传闻 都很是心惊 此刻文言不由地迟疑了一下 毕竟白小纯的战力不俗 最先冲过去的人 怕是不但无法灭杀白小纯 甚至自身也都难保 就在这蛮荒众人迟疑的瞬间 云盖夕阳 黄昏降临 随着天地明显地成为了金黄色 那盆地中心的迷宫入口上的灰色光幕 刹那消失 在其消失的同时 一声声淒厉地嘶吼 漠然间从那迷宫入口内 扩散出来 这声音仿佛有无数厉鬼 在那迷宫中咆哮 传入众人耳中 撼动心神 白小纯呼吸急促 他觉得自己已没有了其他的选择 眼下这迷宫入口开启 虽凶险万分 可对他而言 是一个机会 所以 在这迷宫入口开启的刹那 在四周众人都被吸引看去的瞬间 白小纯咬牙沉默不语 立刻展开了拳 身体瞬间化作残影 直接冲出直奔迷宫入口而去 肚之快 眨眼就临近 甚至白小纯还动了汗衫状 一声如天雷般的轰鸣中 白小纯直接就踏入到了迷宫入口 临近去前 他觉得不能让人认为自己怕了 于是大吼一声 赵师兄 陈师姐 我白小纯来救你们了 吼声中 白小纯身影一闪 踏入迷宫入口 转眼消失不见 似在踏入的一瞬 就被迷宫自行传送进去 白魔修走 杀了白魔 获得赏赐 几乎在白小纯踏入迷宫入口的瞬间 四周那些蛮荒土著与魂修 还有一些练魂师 一个个立刻杀意滔天 纷纷冲向入口 陈鹤天亲眼目睹这一幕幕 一直面无表情 只是在听到白小纯那句话后 面皮不禁抽动了几下 此刻袖子一甩 五大军团听令 进入迷宫 他声音传出 三万修士不敢不从 纷纷飞出 进入迷宫 陈鹤天自身 也一样踏入迷宫内 眨眼间 迷宫外的所有人 都六续地冲入进去 很快的 这四周就差不多空了 可在天空上 依旧还是不时有长虹出现 临近后 一头钻入迷宫内 与此同时 白小纯出现在了迷宫这件事 也从蛮荒魂修口中传递出去 使得这大片区域内的魂修与土著 纷纷知晓 什么 白魔现身 一处蛮荒部落 土著大球掌盘西打坐 听到身前的同族汇报后 他猛地抬头 白魔一定要死 老夫亲自去 这大球掌咬牙 一会儿出 同样的一幕 在很多部落中都在生 同时 更多的蛮荒如伞修般的魂修 也都通过自身的渠道 知道了这件事情 顿时一个个呼吸急重 目中放光 白魔红尘圣女对他的悬赏 已追加到了完整的五行天兽魂啊 这可是五行俱全 谁要是能得到 就可以以此结音 嘿嘿 原本我还对那迷宫不感兴趣 毕竟想要获得天然魂 没有一定的造化与机缘 是不够的 可现在又多了一个选择 这迷宫内可以说是有两份宝藏啊 走 去迷宫 不但是魂修与土著疯狂 还有在这大片区域内的炼魂师 他们在蛮荒地位尊高 可对于五行天兽魂 依旧有很强烈的需求 此刻知道了白小纯现身后 纷纷动心直奔迷宫 随着时间的流逝 几个时辰后 迷宫外的天空上 来临的蛮荒之修的身影 就几乎没有断过 那一道道身影在临近后 毫不迟疑 立刻就踏入到了迷宫内 他们的目标 不是想要通过迷宫 通过试炼 去争夺那第一名的身份 从而获得天人魂 此事在很多人感觉 难度太大了 且虚无缥缈 所以他们的目标 是击杀白小纯 击杀白小纯 获得天兽魂的赏赐 而且 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 来到这迷宫的目的 虽是为了天人魂 可实际上 也是打算用一份天人魂 去换五行天兽魂 所以对他们而言 击杀白小纯 才是最划算的 也是最直接的 如此一来 在这迷宫内 白小纯的价值 在很多人看去 与天人魂没什么区别了 甚至会给人一种错觉 白小纯才是这迷宫内的宝藏 干掉白小纯 一切都有了 此刻不管是后来的 还是之前追着白小纯 踏入迷宫的 这些蛮荒之休 他们都在 迅寻找白小纯 一场轰轰烈烈席卷 整个藏宫的 寻找白小纯的风暴 从这迷宫中 开始不断地展开 随着一道道身影 来临迷宫所在盆地 再又过去了一个时辰后 有一道身影 急速而来 所过之处 苍穹都泛起层层波纹 使得一些在此人之前 到来的魂羞与土著 纷纷色变 滚开 一声冷哼 从这身影口中传出后 迷宫入口附近的 那些魂羞与土著 立刻散开 使得此人直接呼啸而过 到了迷宫入口上方时 此人一顿 这才露出了模样 那是一个青年 相貌俊美 衣着华贵 似乎在此人身上 有种高贵之意 尤其是他的眉心上 竟有一道心痕 这痕迹似蕴含了 某种奇异之力 闪动间 使得这青年浑身上下 散出莫名威压 尤其是他的背后 赫然背着一把大弓 此弓黑色 其上竟有九道银纹 让所有人看到后 又是金句 又是眼热 恋魂世家的恋魂师 四周的那些魂羞 也都心惊 目中露出尊敬 而那些土著 则是身体颤抖 赶紧拜见 毕竟恋魂师 在整个蛮魂 地位都是尊高的 而那些恋魂世家 更是了不得的存在 甚至一些底蕴 身后的恋魂世家 就连蛮魂的王侯 也都很是重视 而看一个恋魂师 是散修还是世家 眉心的印记 就是最好的证明 只有来自恋魂世家的恋魂师 眉心才会有祖印存在 眼前这青年 虽修为不是原因 而是结单大圆满 可以他世家恋魂师的身份 使得他在蛮魂 不说可以横行 可足以让太多人恭敬 这青年 名为周一星 他淡默地看了看 四周的魂修与土著 没有理会 这迷宫之地 他原本是没打算来的 甚至就连 与长城的战争 他也没有参与过 他所在的恋魂世家 虽不算庞大 可在这一大片区域里 也算名气不小 眼下之所以到来 他的目标很明确 正是白小春 完整的五星天兽魂 就算是家族里 能勉强拿得出来 可却轮不到 我只要杀了这白小春 我就可以直接获得 且今后 我说不定还可以 推动自身的恋魂层次 去尝试 恋出十色火 乃至十一色火 若能恋出十色火 我的恋魂层次 就可达到三级巅峰 而若 真的恋出十一色火 我从此之后 就是黄品恋魂师 想到这里 周一星目中闪路七代 一晃之下 冲进入口 光芒一闪 被传送进了迷宫内 此刻的迷宫中 进入的人数之多 已接近二十万 这里面长城修士 只有三万 余下的都是 蛮魂魂修与土著 其中还有几百个恋魂师 如此多的人数 都是在进来的一瞬 被随即地传送到各个位置 在这迷宫内扩散开来 可这迷宫太大了 二十万人进来 也都无法掀起太大的浪花 尤其是迷宫错综复杂 神势会被压制 追杀白小春的那些人 走着走着 就不知不觉地分散开来 尽管始终都在寻找 可到了现在 还没有找到白小春的踪迹 越是如此 这些蛮魂之修 就越是着急 生怕白小春被其他人 抢先灭杀 于是寻找更为急速 以至于在寻找的过程中 哪怕是遇到了长城的修士 也都因不愿浪费时间 所以大多目光一扫 立刻就呼啸而过 继续搜寻 虽不是所有蛮魂之修都这样 可总体而言 白小春一个人 也算是成功地吸引了 绝大多数的蛮魂之修的注意 使得长城方面的修士 在这迷宫内压力大减 当然 若是遇到落单的长城修士 杀人夺宝的事情 还是会出现 甚至不仅仅会发生在 长城修士身上 就算是蛮魂魂修之间 这种事情也会出现 与此同时 这迷宫中种种 诡异的匪夷所思的事情 也在很多区域陆续地发生 此刻的白小春 早已戴上了人皮面具 化作了中年修士 在这迷宫内 小心翼翼地前行 他一路谨慎 生怕被人认出 之前进入迷宫后 他就立刻展开全速 左绕右绕 他就这样迷路了 且他也尝试展开 容天地的术法 想要看自己能不能离开这里 可却发现 这迷宫竟存在了 某种封印虚无之力 使得他的容天地 无法展开 迷路有什么的 在这迷宫里 大家都在迷路 白小春安慰自己 揉了揉眉心 觉得自己有些绕晕了 看这四周的一面面墙壁 怎么看都是一模一样 与自己这一路所看 没什么区别 这迷宫内存在了 无数的墙壁 且都是与顶棚连接 使人无法飞出太高 自然也就难以亏看全貌 同时临时这里也都被压制 甚至白小春也尝试地 去轰击墙壁 可却发现其坚固无比 难以撼动 至于记号 自然也无法留下丝毫 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在踏入这迷宫的一刻 白小春就发现 这迷宫内充满了阴寒 这阴寒与他的寒气不同 那是冥死之意 似这迷宫如一个巨大的目的 那种阴冷的感觉 让白小春好多次都觉得 背后有人在盯着自己 这是个什么鬼地方 白小春轻咬着嘴唇 更小心了 走出了几步后 他忽然面色一变 猛地停顿下来 目中露出锐利之芒 整个人仿佛化作了 即将出窍的利剑 与此同时 在他前方的一个拐角处 此刻有四道身影 急速冲出 这四人三个是魂修 还有一个 是将身体压制在了 一丈多高的土著巨人 四人显然组成了一对 修为不俗 竟都是结单大圆满 尤其是其中一个魂修 似乎体内有着圆阴雏形 竟是一个结阴失败 成为了假阴镜之人 这种假阴镜 对于修士而言 既是好事 又是坏事 好事是修为在 结单大圆满之上 更进一步 可坏事却是 此人此生想要冲击圆阴 难度之大 是其他人的十倍以上 此刻那土著巨人在前方 似作为防护之用 至于那三个魂修 衣着虽不算华丽 可他们的身边 却有各种法宝环绕 其中二人身边有 青红二色的飞剑翁鸣 这两把飞剑材质一般 可在其上 竟都存在了六道银纹 这代表了这两把飞剑 都是练临六次之物 而最惊人的 则是那假阴魂修 他的头顶 漂浮着一个 闪闪发光的宝珠 这宝珠上 赫然流转着七道银纹 这四人神色警惕 从拐角走出后 立刻就看到了 戴着面具的白小纯 纷纷双目微宁 白小纯站在那里 也盯着这四人 这不是他在这里 首次遇到蛮荒之羞 在这之前 他也遇到过树波 有面具在 那些人大都没有理会他这里 只是打量一番就离去 双方都盯着彼此 几个呼吸后 白小纯后退几步 让开道路 那四人目光闪动 看了看白小纯身上的那些铠甲 缓缓靠前 可就在彼此之间 距离十丈的刹那 那四人中的土著 猛地嘀吼一声 向着白小纯这里 凝笑冲来 他们没有看出我的身份 这是看我身上有铠甲 且又是一个人 想要杀人夺宝 此战 要速战速决 白小纯眼中寒芒闪过 在那土著巨人冲来的瞬间 他没有后退 而是向前一步冲出 速度之快 让那四人面色骤变 还没等看清白小纯这里的身影 就听到了一声轰隆隆巨响 以及那土著巨人的凄厉惨叫 这土著巨人的身体 在半空中猛地顿住 整个身躯猛然爆开 血肉被一股大力卷动 仿佛化作了血剑 直奔那三个魂修而去 直至此刻 他们三人才看清了 站在那土著巨人崩溃之处的 白小纯的身影 也看到了他收回的一拳 三人双目猛地收缩 内心咯噔一声 知道招惹了强者 可如今后悔已来不及 三人都是上过战场的魂修 知道狭路相逢勇者胜 此刻纷纷杀意更迟 至于那些来临的血剑 因蕴含了毒素 虽对三人造成了影响 可他们自有克制的办法化解 只见那假鹰修士头顶的宝珠一闪 顿时形成了一道光幕 将那些血剑阻挡在外 虽还是被穿透了一些进来 可三人却没有在意 杀意爆发 冲向白小纯 死